各位菩萨晚安 其实很高兴 已经到了最后一讲了 快结束了 那我在整理 就是讲义的时候 看到一张 被我们小朋友画的 应该说是用刀子画的乱七八糟一张纸 然后想起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弟弟呢 大概在三岁多的时候 他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在那件事情之前 我从来没有骂过我们光人弟弟 然后那一次他被我骂了 为什么呢 他把一个小猪猪 然后塞到耳朵里面去 那时候大概中午十二点多 然后那一天他跟我说 妈妈妈妈妈 我耳朵好痛哦 然后我就说发生什么事 他说他把一个小猪猪 塞到耳朵里面去 而且一直哇塞到好里面 然后呢是一看 哇好里面好里面 我也弄不出来 而且还一直说很痛 然后我也很担心 还有呢当时十二点多了 医生刚好休息 不能够看诊 所以我非常的担忧跟紧张 我就骂了他了 大概骂了就是骂他说怎么这么碰啊 这样子啊 把东西这样乱塞 结果呢 因为我从来没有骂过他 他竟然被我骂哭了 然后我就很伤心 那后来中午就带去给医生看 那医生夹不出来 不过后来还用粘的 把它粘出来了 然后那个医生呢 跟我说其实你们弟弟啊 还不算笨呢 他只挖只塞一边的猪猪 有那小朋友是两边都塞 而且不只塞耳朵 有小朋友把那猪猪鼻孔 两个鼻孔都塞进去了 然后呢还有那个小朋友啊 把那个就是学妈妈戴隐形眼镜 把那个透明的那种 好像那种玩具那个贴的 塞到眼睛里面 所以呢小朋友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哦 那嗯 因为这件事情呢 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我骂了他 他应该有那个印象 就是他做不好的事情 会被骂 那不过他一向都很乖 大概都没有再发现什么事 就有一天呢 应该过了有半年多 半年多 然后有一天我发现呢 他手这样子污着 然后变得好安静 那平常我们家呢 就是那个抽屉里面的笔啦 玩具他都可以自己拿 那我没有发现 原来那一天呢 我们家是有一个东西 是那个刀子 就是那个可以抽的那个伸缩刀 他不是拿笔在玩 他是拿刀子在玩 而且呢玩玩玩乱画 把我那个上课的讲义 甚至还有学生那个改的作用 画了乱几八糟了 然后呢 他也把自己画伤了 所以流血了 可是他不敢说 我看到他好安静 而且手敷着 然后脸色有一点那个 就是有点怪怪的 我就问他发现什么事啊 他就说没事没事没有事 然后呢我就知道了 因为他手敷着 我说给妈妈看 哦红红的有流血了 我就不像上次一样了 我上次很凶 因为我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骂了他 那这一次呢 我就抱抱他 我就完全没有骂他 就抱着他 然后跟他说 怎么了 是不是很痛啊 哦拿刀子乱画 割到手了 对不对 嗯 然后他就点点头哦 那我发现 自己有在进步 就是说呢 没有以同样的状况 同样的事件 同样的因缘 来骂他 那事实上呢 小朋友因为上次被我骂过以后呢 他就自己知道不能做坏事 做坏事会被妈妈骂 而且会骂很凶 可是呢 他这一次呢 做了坏事 他就不敢告诉我了 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呢 万事万物 这世间的因缘跟事实 都在考验着我们的智慧 考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去处理事情 尤其我们已经长大了 如果我们今天当妈妈 我们还是很习惯 用同样的事情 遇到事情 对小孩就是指责 就是骂 就是怪他 那以后会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 当他出了事以后呢 他不要跟你讲 因为他告诉你 就会被你骂 那所以呢 有的时候 那个亲子关系 觉得我们做长辈的 是有那样的一个责任 所以后来我们弟弟啊 就算再有发生什么事 他也不怕 他也愿意跟我讲 这个是一个前言 那表示什么呢 我们都有改变的力量 佛性就是一个觉察 就是一个关照 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怎么样去处理 那今天要谈的呢 哇内容很多 有安罗果物欲 碧物果金欲 凭贱仇女怀伦王欲 还有注魔内金相欲 跟最后的劝词本金功德 还有世尊因地语如来葬金 跟最后的圆满 所以内容非常的多 好 第一个是安罗果种欲 富翅善男子 譬如安罗果 内种食不坏 纵之于地 成大属王 如是善男子 我以佛眼观诸众生 如来宝藏 再无名壳 犹如果种 在于河内 善男子 彼如来葬 清凉午热 大智慧聚 妙吉尼环 名为如来 因共 等正觉 善良的男子们啊 就像是安罗果呢 他呢 内面的种子 是不会坏的 种在土地上 可以成为大树王 所以啊 善良的男子们 我用佛眼来看到 所有的众生 具有如来的宝藏 可是在这个无名的壳里面 就像那个安罗树的果种 在河里 善良的男子 这个如来藏 是清凉 没有热的 是大智慧聚集的 是妙吉尼环 是所谓的圣妙吉尼的涅槃 称为如来因共 等正觉 善良的男子啊 我如来 如此的观察到众生 为了各位菩萨 大菩萨 为了帮助各位 能够开发你们的智慧 显现这样的如来藏 所以说这样的比喻 那安罗呢 是一个庶民 那有另外的翻译是 安婆罗 安摩罗 又叫阿莫罗 还有翻译为 安摩洛且 安摩勒 那这里呢 讲的安罗果呢 有一个形容 就好像离子那么大的一个 可以吃的果子 所以金钟他有一个讲法叫 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认为呢 他其实就是芒果树 可是问题是呢 芒果树呢 他并没有高大到可以成为大树王 还有呢 他的产量并没有很稀少 接下来可以看到 他讲到那个安罗果树呢 真正可以成熟的 数量是非常有限 那所以呢 他到底是不是芒果树哦 没有办法考据 好 安罗树身高大 属于乔木科 所以被誉为树中之王 因为这个树呢 开花多而成果少 所以在大制度论卷是有 隐语为语的寄语说道 菩萨发大心 于子安树华 三世英识多 成果实胜少 因为菩萨出发大菩提心的时候 比较容易 而人数也多 可是在长远的修行途中呢 退心者也多 成佛者呢 就很少了 所以安罗树开的花叶是很多 可是结的果呢 却很少 那在这里呢 有一个最有名的退师的故事 就是舍利佛 不晓各位有没有听过 舍利佛呢 在过去是 他也曾经发心 要修菩萨道 成佛果 结果呢 有一辈子呢 他呢 就是修行发心 要做一个大布施者 所有的一切都愿意布施给众生 然后他呢 非常非常的发心 结果呢 因为他很发心 就遇到了所谓的大饭天 来考验他 那大饭天呢 就化身成一个 就是想要求眼睛的人 好 他就跟那个过去式的舍利佛说 听说啊 你是一个修行人 然后呢 有什么 你都愿意布施 那我现在呢 有一个家人 他需要眼睛来做药印 那不晓得 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眼睛布施出来 那那辈子的那个舍利佛呢 他说他愿意布施 愿意发心 所以呢 他一听就说没问题 结果呢 就把他的左眼就这样挖出来了 然后呢 布施给那个 化身为那个 要求那个药印的人 那结果呢 那个饭天呢 就故意跟他说呢 不对不对不对 你挖太快了 我不要左眼 我要右眼 所以呢 你挖错了 那你必须要 把你的右眼挖给我 结果呢 舍利佛心想 要当菩萨 什么干脑 什么土啊 水啊 什么啊 通通都应该要布施出来 好吧 既然已经把左眼都挖了 我就把右眼也挖给你吧 所以呢 他就把他的右眼挖出来了 然后他就看不见了 结果呢 就听到这个饭天 他就拿了他的眼睛以后呢 然后就把他丢在地上 踩踩踩 然后就说 什么大修行人嘛 那眼睛是臭的 根本就不能做药印 我才不相信你是什么大修行人 然后呢 就这样子 回馈他 骂了他 那他心里面呢 怎么样 起了大退心 啊 众生 难度难调啊 我给你左眼 你说你要右眼 我给你右眼 你又说我很臭 不是修行人 所以呢 他就退心了 他说 我以后 我不要再修这样子的布施 这样子 菩萨到了 我决定 我要自正 自己修正 自己成阿罗汉果 这个就是舍利佛的前身很有名的故事 所以这里也讲 有的时候发心是比较容易 遇到境界的时候呢 退心也很容易 那我们自己呢 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像很容易就发心说 今天听得很好了法 我要好好的努力修行 然后被人家说一说以后就说 好 今天不当菩萨了 今天我要修假 改天 改天再说 所以有一句话很有名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 那叫 遇到小孩 一言九鼎 各位有没有听过 古代的一言九鼎 就是讲话呢 很有分量 那现在的一言九鼎 就是说 你讲一句话 小孩顶你九句 所以你讲一言 他顶九句 一言九鼎 所以呢 菩萨是不容易做的 好 从经律中所见 在释迦世尊注释的时候 有几座名园 提供给佛陀 作为弘法安重的大道场 称为僧园 或称为金色 那比也离国 比也离国这个叫做 安罗树园 就是安罗树女所奉献的 然后呢 那个翻译家呢 嘉祥吉障大师 把他翻译为奈女园 那也就是一个提手旁 在一个奈何 奈何桥的那个奈女园 那这个呢 在佛陀时代 与所谓的奇缘 竹缘 他们同列为三大名栏 善文涅槃的意义 就是极灭意 那这里就是讲迷环 是不生不灭的 从原始佛教所讲的 四圣地中的灭地 三法印中所谓的涅槃极境 阿罗汉的不受后友 在雪山记中的生灭灭意 即灭为乐 涅槃经的佛性 般若法身解脱 到诸大圣经中的法界 真如如来藏 都是指的同一样东西 那就是无我的智慧 缘起的空性 那这里呢 说真的有提到了 所谓度啊度啊 道比暗啊 快快道比暗 那我们自己呢 有没有想到 所谓的若见诸相非相 极见如来 那很多东西呢 那个表象的东西 反而是一种障碍 我童修他之前 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然后呢 他回来分享一个很有趣 很有趣的故事哦 就是有一个菩萨 他现身说法 他得了骨癌 然后呢 因为呢 他得了骨癌 然后有两年的时间 只能躺在床上 完全都不能够出来 不能离开那一张床 那后来呢 他呢 就是决定 把大腿以下切除 然后呢 反而他切除了那个大腿 好 骨癌的部分以后呢 他反而哦 可以坐着轮椅 然后呢 趴趴走 就是到处有行动力了 然后呢 反而到他们那个学术现场 然后现身说法 表示什么呢 有的时候 你有了这个东西 反而是一种障碍 你割舍了 切除掉了 反而是一种 你的得道了 反而自由了 那事实上呢 包括我们上次 谈到了那个所谓的小三的事件 那有些菩萨呢 他就是升起了那个感恩心 就是感恩 有这样的因缘 让我 因为我同修 有外孕 让我可以学佛 然后感恩 让我因为这样 才能够呢 看到自己 能够慢慢的学习 更独立 而不是被那个先生 被那个家庭给捆绑住了 如来藏系经典 是把因中的佛性 视为即是果上的如来 不是由于修行 而造作了如来 所以将因中的如来藏 与果上具足十种尊号的如来 化上了等号 以使众生起信 从此修行 除烦恼而显佛身 原始的佛法 不说佛性如来藏 但能依诸道品 如法修行 便可离生死的三界 而入不生不死的涅槃 那便是知苦果 断苦疾 修灭苦之道 正苦灭的涅槃 这里可以看到呢 在早期佛教 他很重视的是 出离心 那如果照佛所说的法 去修行的话呢 就可以出离三界 入涅槃 而当时所正的呢 是所谓的阿罗汉果 所谓的四果 那就是知苦 断苦 灭苦 正果 这样四个结位 那到了大圣佛法呢 他的一个观点 不在于 不在于呢 所谓的自求解脱 而在于那个菩提心 当你有了那个菩提心 有了这个佛性 有了这样的一个 愿意成佛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呢 那就说了 你就等于是出发心 集成等正觉 而这个呢 到底是什么 我想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跟觉察 可是如果你有那样的一个心 做一个改变的话 我相信世界就不一样了 那我听一个菩萨呢 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 那个就是生活佛法的分享 他说呢 有那一次其实是很重大一个事件 就是有一年 然后他妈妈呢 生病 然后住院 然后呢 生病住院呢 他呢 就是要 那一天 他是要去帮妈妈办你出院手续 然后呢 那一天就在那个停车场 医院的停车场呢 他遇到了一个人 一个很蛮横的人 他其实也没有怎么碰到他 就那个人就冲出来 然后就跟他吵架 然后还拔走了他的那个手表 那他就讲说 以他自己平常的习惯 他通常是不会就是说散罢甘休的 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竟然抢了他的手表 而且来跟他标三字经 然后呢 他怎么会忍下这个口气呢 可是因为当时他妈妈要出院 然后医院有一个就所谓的出院的时间 如果不好 不在那种个时间去办的话呢 那可能变成又要再继续住了 或是要再加钱 那他呢 心里面也是想说不要让妈妈担心 所以呢 就想说有件事情 这个人晚一点嘛 再跟他处理 那就是说 那个手表呢 说贵也不贵 说不贵也有点价钱 但是他想一想 谁比较重要 妈妈比较重要 妈妈比手表重要 所以他就决定了不理那个人 然后呢 就上去 然后帮妈妈呢 把这个所谓的出院手续办好 结果呢 回到家 到了晚上 他看新闻的时候 哦 他吓了一跳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 就是发生那个事情的那个男人 他身上预藏了短刀 然后呢 发生一个事情 他跟接下来 就是应该就是离他不久的 下一个男人 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然后这一个跟他 抢他手表那个男人 就拿起了他身上预藏的刀 然后把那个跟他起冲突的男人呢 给杀了 所以他说怎么样 哦 好理家宅 我那时候想到妈妈比较重要 不然的话呢 是不是很危险 因为呢 你不知道这个男人原来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预谋 那在这里呢 其实也是要谈到哦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生命中 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不可预知的 有很多事情 你要说的话 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赌注 包括结婚 包括生小孩 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呢 结婚这个事情呢 对我们影响大不大 很大 尤其是对女性 所以古代有一句话就是 女怕嫁错郎 然后男是怕选错行 然后小孩也是啊 你如果没有修行的话 你怎么知道 是一个什么样的众生 投胎到你们家里 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那我们人生呢 一直在做很多这种 所谓的还蛮重大的决定跟赌注的 可是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可以转变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们愿意修行的话 愿意去改变自己的话 有很多事情 那就是不一样的 好 而时世尊以祭颂曰 譬如安罗果 那时不毁坏 纵之于大地 必成大树王 如来无露眼 观一切总生 身内如来藏 如花果忠实 无名赴佛藏 如等因性资 三昧志聚诸 一切无能坏 事故我说法 开毙如来藏 即成五上道 如果成树王 这里呢 佛陀在以祭颂说 就像那个安罗果树 它呢 只要种子不毁坏 种在大地 就可以成为大树王 那我 以无肉的眼 来看一切的众生 我们的身内呢 就怀有这样的如来藏 就像这个花果 这个石 这个如来藏在这个里面 可是呢 它被无名给覆盖了 所以你们啊 应该相信 应该知道 各位 所有的一切呢 智慧都具足了 是不会被毁坏的 所以我说这样的法 让各位 能够打开你们的如来藏 成就无上的佛道 成为大树王 那这里讲到 无肉法 是涵盖解脱道 菩萨道 佛道的 阴行诸道品 以及出一切烦恼 成一切圣果的 福慧庄严 那这里因为 也讲到种子 我之前好像看到 有科学家 做这样的研究 就是呢 他们在埃及 然后呢 挖出了 已经两千多年的 那个所谓的种子 结果在种到树 那个种到泥土里 各位猜 有没有长出来 有 还是发芽了 那我在我们家 我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有一个 那个种子 就是好像 摆好久好久啊 他觉得它是不是已经 已经不行了 后来还是把它种种开 发现 好好玩 又发芽了 又长出叶子来了 还真的是蛮有趣的 那这里呢 佛陀告诉我们 不管我们的烦恼 有多种 不管我们的 那个所谓的 覆盖的无名 有多深多强 可是我们的 这个如来藏种子 不管多久 都不会坏 只要你愿意 如果把它种在大地上 还是肯定成为 大树王 好来我们再继续 漏是烦恼的义名 三界众生的眼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六四 原外景六成的 射身香味处法 产生的烦恼不绝 犹如屋顶破了洞 又如储水的容器 底部有破洞或破漏 总是水住水漏 不仅功德不能圆满 而又使你困扰不已 所以称生死三界 为有漏界 名为三漏 一切以自我执着 为动因的烦恼法 都是有漏的 那在这里呢 就是说我们呢 所有的一切 只要我们还是有漏的 就不可能 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圆满 那我们因为很多 都是以自我执着 都有一个我 那因为空气有一点闷 我讲一个趣味的小话 就是我儿子呢 他们那个学校有一个故事 就有一个小朋友 他呢 就是写那个作业 然后作业上面怎么写呢 就是呢 那个题目叫做 我的妈妈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呢 我的妈妈 是个四十岁左右的 中年妇人 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人 然后那个老师 就把那个中年妇人 这个中年两个字圈起来 然后就写多余的 然后小朋友就重改 就说我的妈妈 是个四十岁左右 多余的妇人 就把中年改多余了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然后还有就是 有一个叫做 那个 各位有听过吗 一个名片 他叫做专业顾问 那有某一个人 他印的名片呢 就称为某某专业顾问 然后呢 他去印了名片以后 他发现 他的专业顾问 变成专业顾门 就扫了一个口 所以呢 他就回到那个印刷厂 那老板不在 是个年轻的 那个小伙子在 他就拿着那个名片 跟他说 我的名片 扫了一个口 他就拿着那个门 然后只说扫了一个口 那那年轻人就说 知道知道了解了 然后呢 过几天他去拿的时候 他名片印好了 变成某某专业顾门口 所以呢 是蛮好笑 这个就是人们呢 有时候没有搞清楚 那这个叫年轻的天兵 所以才有专业顾门口 这种行业 好再来 与漏法的烦恼相对者 是出生死法 是解脱法 是菩萨法 是无漏法 例如四圣地中的道地 即是界定会 三五漏学 即是八正道 三十七道品 乃至包括菩萨行的 六度与四色 无量无我的 卑质大行 难行能行 都是无漏法 如来藏经典 多强调果得的无漏宝障 少说阴行的无漏法门 目的是为引发众生 向往成佛的信心 然后鼓励众生 从事开发如来保障的实修工作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告诉我们 跟漏法相对的 就是出生死法 我们要怎么样解脱 怎么样出生死 那我最近呢 有一个朋友 然后呢 他的家人呢 就是得到了癌症 然后他就去呢 看一位呢 也得到癌症的医生 叫做李峰 李峰菩萨 然后呢 他就发现 那个菩萨很有趣 他一看到他以后呢 他第一句话就 恭喜你 恭喜你得到癌症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得到癌症 你不会来找我 你也不会去思考 反省自己的生活习性 因为这样 所以你不会改变 然后呢 所以要恭喜你 然后跟他讲了一些话以后呢 要走的时候 那个菩萨呢 又恭喜他 恭喜你得到癌症 所以你回去呢 好好的去调整 改善你的生活 那另外 我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看过一本书 叫做 感谢老天 我得了癌症 这是一个叫 许达夫菩萨 他所写的 那他呢 本身呢 是一位外科医生 然后呢 就是从事那个开刀啊 已经从事了20年了 然后他自己呢 自己是医生了 他当然从来也没想到 他自己会得癌症 而且他一检查呢 就是大肠癌第四期 已经算是末期 然后一般哦 就以医生的角度来看 大概就是所谓的剩三个月 那他呢 因为自己其实也治疗 所谓的面对很多癌症患者 那因为他自己得了癌症 而且呢 因为化疗 啊 他才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体悟 他说啊 他自己呢 还没有生病的时候 他是医生 然后呢 他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化疗这么痛苦 可以说彼得癌症还要痛 真是痛不欲生啊 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看过有一些那个 做化疗菩萨 那除了头发全部掉光以外 一点力气都没有 连喝水 那杯子都拿不起来 我之前听过一个 就是做了化疗菩萨 他说他时候痛到哦 他说都好想咬舌自尽 可是连舌头都咬不下去 有多痛苦 那这位呢 许达夫医师 他就是因为自己 得了癌症 然后受这个治疗的苦 他才发现说 啊 我当了二十年的医生 我治疗这么多病人 原来我都只在看病 治病 我没有在看人 治人 我想各位了不了解 他看的是这个病 他没有关心到这个人 所以呢 他才深深的反省说 啊 我错了 然后他自己就决定了 我 我不要做化疗 那他本来他一直在思考说 为什么是我 我为什么会得癌症 可是后来他还写了书 他说就是我 就是我这种人 会得癌症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他是医生 他很权威 很忙 那所以呢 他本身的应酬也很多 然后也吃了蛮多肉的 然后压力大不大 压力很大 他说第一个 因为他都看病 他不是关心人 所以他的医病关系 是很紧张的 有一些病人 没有被关心到 当然会怎么样 会不满啊 会有意见啊 所以呢 他跟病人的关系 并没有很好 第二个 他很忙 然后工作很多 他跟他太太的关系 好不好 也不好 夫妻关系也不好 还有呢 他也很忙碌 很权威 他跟小孩关系 好不好 也不好 亲子关系不好 压力很大 应酬 忙碌 生活习惯不良 所以他就说 癌症当然会找上我 那他因为这样 他反省自己 他感恩 有这样的因缘 让他学习 所以呢 他讲到 生命没有偶然 所以呢 也没有侥幸 那我们要找原因 要向谁找 向内找 要自己去改变 因为这样 所以他才说 感谢老天 我得了癌症 那如果 这个就是烦恼 即菩提 如果你有遇到烦恼 你可以去看到 去面对 而且去转化 他就是你生命中 很重要 很重要的智慧 就像有些人 他得了忧郁症 然后呢 很烦恼 很忧郁 那据说 就是得忧郁症 不是说 我这样子就很不开心 就要忧郁症 据说 如果是医生 判定你有忧郁症的话 通常是有一个倾向 就是轻身 自杀 就是呢 你站到很高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常常 想要跳下去 然后常常有那种 不想活了 活着干什么 然后呢 很想 比如说要吃很多安眠药啊 然后不要再醒过来 可是 如果今天 你走出了你的忧郁症 像之前有一个同学 就是因为呢 他先生有外遇 他得了那个忧郁症 然后吃不下 睡不着 很烦恼 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的话 你走出来了 那对于那些跟你一样 有忧郁症 然后先生呢 有所谓小三状况的人呢 你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身缩法 这个就是你的菩提 对于他们来讲 你就可以帮助他们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帮助众生解脱菩萨的法 那在这里呢 就是佛陀鼓励我们 从事开发我们的自家宝藏 而你的宝藏 当然就是要你自己去挖掘了 好 再来 与无漏法类似的另一个名词是无为 因缘造作而成的事项 称为有为 不假因缘造作 本来现成的真理称为无为 也就是无量寿经卷上所说的 无为泥环之道 在成为事论卷二 立了六种无为法 第一个虚空无为 第二个折灭无为 第三个非折灭无为 第四不动无为 第五享受灭无为 第六真如无为 那在这里呢 无为法 我记得我上次上那个为事的时候呢 有提到白法 就讲到这六个无为法 那为什么要谈无为法呢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有超越这个世间 是非对错 所谓的相对的这个世间的法以外的出世间法 就叫做无为法 那无为法呢 第一个虚空呢 可以说就是整个宇宙 师父说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太空 可是呢 也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谈 是整个宇宙 整个虚空 那第二个呢 折灭是透过选择修行 而得到了无为法 第三个呢 非折灭是不是透过修行 而是因为本身缺乏的缘 那第四不动跟想寿灭呢 是所谓的修行人 他到了所谓的非想非非想 或所谓的我们的四国 三国四国阿罗汉 他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无为法 那第六呢 就是佛所证得的真如无为 那详细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参考另外一篇 我在这里我就不多说 好 再来 庇物果今欲 父吃善男子 譬如友人 持真经想 行义他果 经有显露 据遭解夺 果与庇物 另无事者 持恩于道 忽便命中 于是经想 弃捐旷野 行人践踏 贤味不尽 得天言者 见庇物中 有真经想 即为出之 一切礼尽 如是善男子 我见众生 种种烦恼 长夜流转 生死无量 如来庙藏 在其身中 阎兰清静 如我 武艺 这里说 善良的男子们 就好像有一个人 他带着一个 用黄金做的 一个所谓的佛像 他经过了 要到其他国去 可是他害怕 经过的道路 会遇到危险 所以把这个黄金 裹上了一些 所谓的控股粒 水泥 让大家看不到 他身上带着 这个黄金的宝物 结果这个人呢 所有人看到了 所有人看到了 都理尽 赞叹 所以善男子啊 我看到所有的众生 在种种的烦恼 在无数的长夜中流转 生死无量轮回 可是如来妙障 就在身内 是这么的清静 跟我一点都没有差别啊 事故佛为众生说法 断除烦恼 竟如来治 转负化倒一切世间 那佛教呢 教我们要解除烦恼 不仅仅要修智慧 还要修慈悲 以智慧除烦恼 用慈悲来度众生 那智慧是一定要 跟慈悲同时并行 才是菩萨成佛的 双轮两翼 所以诸佛得解脱 是从救度众生中 去完成的 所以呢 才有一个讲法 修福不修慧 只有修福不修慧 那个叫什么 大象挂阴落 那如果修慧不修福呢 那就是罗汉脱空波 所以这个智慧 慈悲福慧 要一起修行 那佛陀告诉我们 所以呢 我们不要只看到 那个外面的控股力 忘记了我们内在的经像 那这个最有名的就是 泰国的经佛嘛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泰国 他就有一个经佛 那当时呢 就是因为外国入侵 所以他们把那个经佛像呢 就用那个控股力 把它就整个给封起来 然后过了很久 大家都忘了 后来就被那个出家僧人发现 那现在在泰国 那个经佛室呢 各位还可以看到 那在这里呢 我就想到一个 我们家弟弟一岁多的故事 我记得我们家弟弟一岁多 那时还包着尿片 然后呢 有一次哦 我就闻到他好臭哦 很臭很臭 表示什么 他屁股有臭大便嘛 因为臭大便 通常妈妈就是要帮小朋友 把臭大便清掉啊 让他不要那么臭哦 结果呢 他不要耶 他说他现在正在玩玩具 他说玩具很好玩 他不要他不要 他不要亲爱臭大便 那我们呢 众生是不是有的时候 我自己就是在思考 在反省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啊 我们只想要去追逐 外面的所谓的欢乐 外面的五光时射 可是呢 我们却不想处理 自己身上的get side 我们身上的大便 我们的节食 我们的烦恼 我们不想管 我们只想了玩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所以当我们遇到有一些情绪 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一般人是很少 就是去观察 去绝照 去静坐 去修行 通常是怎么样 去看电视 打电玩 听音乐 或是去外面shopping 那这个时候呢 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呢 不要小看自己 你要用你的智慧 跟慈悲 去消除烦恼 这个部分 才可以呢 去学习杜托 好 二十世尊 以祭颂约 必认词 今相 行欲 以他国 国以必会物 弃之在旷野 天眼者见之 即以告众人 去会显真相 一切大欢喜 我天眼亦然 观彼众生类 恶业烦恼残 生死被众苦 又见彼众生 无名成垢中 如来信不动 无能毁坏者 佛际见如是 为诸菩萨说 烦恼众恶业 父必罪神身 当情尽除断 显出如来字 天人龙鬼神 一切所归养 这个时候 世尊又继续的 以祭颂 来谈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就像有一个人 带着星象 到了其他的国 然后用壁会 肮脏的东西 把它包裹起来 结果丢在了旷野 有天眼人看到了 就告诉大家说 把这个肮脏的 这个会物 把它去掉了 就可以显现真正的真相 大家就会好高兴好开心 那我用天脸来看众生 也是一样的 虽然被所有的恶业烦恼 给缠住了 虽然在生死中 受尽了各种的苦 可是呢 众生在无名的成垢中 却有一个如来性 是不动的 没有能够毁坏的 佛陀看到了 就告诉各位菩萨 只要你的烦恼 中恶业 把它消除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显现出 如来的智慧 不管是所有的天人 鬼神 还是龙 所有的一切 他们都会 归依景仰于你 好 再来 是 凭见仇女 怀伦亡欲 付此善男子 譬如女人 凭见丑陋 众人所悟 而怀贵子 当为圣王 王寺天下 此人不知 经历时节 常做下列身见之想 如是善男子 如来观察一切众生 转轮生死 轮转生死 受诸苦毒 其身皆有如来宝藏 如逼女人 而不觉知 这个部分呢 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难得的 因为呢 对于印度的女人来讲 她们呢 是男女的差距很大 我们在早期的佛经都说 女人啊 可是比男人少修五百岁 而且在印度呢 她们的阶级制度很明显 如果你是那个比较低阶级 比较被看不起的女人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有好的 所谓的这一辈子 这个下场 那我以前还看过一个影片 然后她有说 印度她们其实就没有多久以前 也许就在五十年一百年前 如果你是属于平那个所谓的建民 然后呢 生的女儿哦 如果在一两岁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小女孩长得不漂亮 不能卖个好价钱 因为她们所谓的建民 很多的女孩子长大是要被卖掉的 如果发现这个女孩子啊 不值钱 不漂亮 是可以直接把她溺死 直接把她杀掉了 没有罪 而且很多这样的父母 还觉得是很理所当然 为什么 因为这小孩不值钱啊 所以对于当时印度 会讲到这个贫贱的丑女 竟然会怀着转轮胜亡 怎么讲呢 其实是几乎是不可思议 所以呢 这个如来藏经的思想 谈到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他肯定了每一个众生 每一个生命 他的修行 还有他的生命价值 这一点呢 是很不容易的 那同样呢 也对峙了 所谓不派佛教呢 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厌世思想 那当时的社会呢 就是会认为很多事情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然后只想要自求解脱 那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了 就是说我们台湾中国的女性呢 一般是不可想象的 那我在印度呢 就是很有那样的一个感觉 那之前呢 在上一个就是所谓的威士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奇怪那些女子 为什么挂了叮叮当当叮叮当很多东西 然后才发现说 哦 原来在印度 不是所有的哦 某一些省份 某一些地区 他们要离婚 是很容易的 只要你先生说 我不要你了 那你就要走 是没有办法回去 就是做所谓的 可以看我啊 没有办法 你想要去收拾家里面的贵重物品 没有 你只能一身 你身上什么 你就是这样离开 嘿 不晓得各位 如果是你的话呢 你可不可以接受 那我问过很多同学 也就是说 找律师啊 然后有的就说 我才不走了 要走的人是你 大家看着办 对不对 所以呢 对于他们印度 这个贫贱重女 可以怀伦亡 真是不可思议啊 呃 刚刚谈到那个 贫贱重女 怀伦亡裕 那讲到那个 怀的伦亡 就是他的宝贝哦 那不晓得各位 你的宝贝是什么呢 那我想起了一个 那个安地斯山脉 那个高山族 跟平地族的一个故事 就是呢 这个高山族 跟平地族呢 他们其实有点像是世仇 因为世代以来 都常常呢 高山族如果比较强 就会去抢个平地族 然后平地族呢 如果比较强 就去打他们高山族 的一个故事 那就是有一年呢 这个高山族呢 又趁着平地族的男人 然后出去打猎的时候 然后就抢夺了 他们平地族的 一些所谓的财物 粮食 而且呢 还带走了一个 纪念品 就是当时他们村里面 最小的 大概两个多月的 一个小宝贝 然后呢 这个 等平地族的那个族长 还有他们一些 所谓的勇士们 打猎回来以后呢 他们就发现 怎么发生这种事情 然后呢 当时他们是属于比较弱 但是呢 他们呢 就是开会 然后呢 决定说呢 不管怎样 也要把这个 被辱走的 这个小小baby 要带回来 因为呢 他是我们族人的血脉 不能够这样子 随便就被高山族 给带走了 所以他们就呢 集结了五六位 很精英的战士 然后呢 他们呢 带着最精良的武器 然后呢 就准备要去偷袭 然后呢 要把这个小朋友 要带回来 然后呢 他们就上路了 然后呢 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们中间有一个战士 就是有一个男子啊 他脚受伤了 因为他们平地族 到高山族的路上 有一段时间 他受伤了 然后呢 这几个人 就在那边讨论 分成两派 一派就说 我们啊 势单力薄 然后呢 他们高山族的 他们那么的强大 所以呢 我们又有人受伤了 大概要达成任务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就放弃吧 我们就回头吧 然后呢 另外呢 有人就说 不行啊 我们主理 不是有一个命令吗 就是希望我们呢 去完成任务 我们都没有去试 没有去做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样子的话呢 不是等于无功而凡 然后事情还没有做到就回来了 这样怎么可以 然后另外一派就说 哎呀都有人受伤了啦 所以呢 我们又做不到 干嘛再去呢 然后另外一派就说 不行不行 我们一定要试试看 要去做 就当这两派平地主的男子 正在那边吵吵闹闹的时候 他们发现有一个女人 就是他们族人 然后而且背着一个小婴儿 已经回来了 哇 大家眼睛都瞪得好大哦 我们这几个这么强壮的勇士 带着精良的武器 我们都在担心我们做不到 然后她走过来以后 就问她 你是怎么办到的啊 你是怎么做到啦 结果那个女子呢 就看了那个小baby 就说 她是我的宝贝 不是你们的 各位了解吗 对她来讲 这是她的宝贝 她生下来的宝贝儿子 不是你们的 所以那个心情 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 好 那听完了这个故事呢 不晓得 你的宝贝是什么呢 在这个世上 在你的生命中 你觉得最珍贵 最宝贝的是什么呢 好 事故如来 普畏说法 焉善男子 莫自亲笔 如等自身 皆有佛性 若请精进 灭众过恶 则受菩萨 及世尊好 化到 嫉妒 无量 总生 所以这里 佛陀说 善男子 你不要轻视 看不起自己 大家 每个人 都有佛性 你只要 精情的精进 消灭 去除了 这些 很多的过恶 你就可以 接受菩萨 还有 世尊的称号 你可以在无量的世界 化到嫉妒 众生 你可以 帮助 无量 无边的 众生 所以 我们很多人 其实 会没有自信 都会觉得说 自己不行 然后 有很多的 修行人 有一段时间 都会说 我业障 生重 我什么都不可以 什么都不能 可是事实上 佛陀告诉我们 不要小看 自己 你有佛性 你可以 成佛 伦王 转伦圣王 是印度传说中的 理想国王 大家渴望 有一位权威 仁慈的国王 出世 所以理想化了的伦王 也是佛经中的 众生 所渴望的 而这个世间 大家都希望 有一个 转伦圣王 或所谓的弥赛亚 救世主 可是呢 到底谁才是救世主呢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发愿 只要我们愿意 都可以成为 转伦圣王 受菩萨 那这里有两块就是呢 对佛法 如果有了信心 如果你觉得自己 是不错 是可以修行 是有能力的 你就会愿意去做 那我之前呢 我之前有听一个菩萨 他讲到他呢 在社区 发生了一个 还蛮有趣的事情 他呢 因为呢 就是 怎么讲呢 随身 然后有带着我们师父的 108字在语 然后呢 纯粹 就是说 他们那个社区 有一个人 然后他就觉得 他常常都 看起来好烦恼 好忧愁 然后他呢 偶尔跟他打招呼 然后就把我们师父啊 108的那个字在语 然后就给他看 那他也没想过 反正就是 发个点散书嘛 让他呢 可不可以开朗一下 也只是这样子 就有一天哦 那个 收了他那个 108字在语的菩萨 感恩他哦 跟他说 真的很感谢你 我那个时候呢 很烦恼 然后呢 烦恼到呢 想要自杀 然后 可是呢 你给我的 那个师父的法语 他就说 他就认真的读 然后发现呢 对他 很有帮助 然后打开了 他的心房 然后让他呢 就是人 变开朗了 然后呢 也去除了 这个想要自杀的念头 然后就一直感谢他 就真的谢谢你 救了我一命 然后他还做那个分享的时候 他就说 哎 好不可思议哦 他本来也只是想说 发个本子 跟人家结个善缘而已 没想到 有这么大的功效 还真的是非常有趣 好 再来 二十四尊 以祭颂约 必如贫女人 色貌甚雍漏 而怀贵相子 当为转轮王 七宝贝仲德 王有四天下 而比不能知 常作下列相 我观诸众生 因苦意如是 身怀如来藏 而不自觉知 事故高菩萨 圣物自清彼 辱身如来藏 常有记事名 若勤修精进 不久坐道场 沉醉正觉道 度脱无量众 佛陀再次以记送所 就好像一个贫穷的女子 她的外貌也长得很平庸 甚至丑陋 可是她却怀有尊贵的儿子 当成为转轮圣王 所谓的七宝重贝德 她可以拥有七宝 拥有四天下 可是这个妈妈却不知道 常常想说自己生下了一个卑劣的儿子 而我看所有的众生 辛苦痛苦也是如此 身上怀有着如来宝藏 却不自知 所以要告诉各位菩萨 不要轻视毕露自己 你就拥有如来藏 你有记 可以作为救济这个世界的光明 你只要精勤的修行 不久可以坐到场 成正觉度众生 那在这里呢 我以前也听过 有一些所谓的研究 他们发现在监狱里面的 很多的那些人们呢 就是犯罪犯法的人呢 有很多都是来自于所谓的家庭功能 比较不是那么健全的家庭 那他们呢 都是因为呢 从小没有被爱 从小没有受到正常家庭的那种爱 所以他们看不起自己 他们没有自爱 所以才会所谓的作奸犯科犯法 如果他知道自己呢 有无限的可能 自己是值得爱的 也应该去爱别人的话 相信呢 他们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好 接下来是 注魔内金像玉 父侍散男子 譬如注尸注真金像 记住诚意 道字余地 外水焦黑 内向不变 开魔出向 色金晃耀 如是善男子 如来观察一切众生 佛障在身 众向俱足 如是观以广威显缩 必读众生 得惜清凉 以金刚会 垂破烦恼 开尽佛身 如出金像 这里再说善良的男子们啊 就好像呢 那个铸造师 在铸造黄金的时候呢 已经做好了 然后把它放在底上 虽然啊 它的外表 看起来有点焦焦黑黑的 可是呢 它里面的黄金 里面的像 是不变的 只要把外面的那个膜 倒出来以后呢 哇 整个是很金色 很光明 很闪耀 善男子啊 我佛陀看到一切的众生 这个佛 这个就藏在我们的身内 他是纵向俱足的 如此的观察 为各位广泛的显缩 所有的众生 就可以得到了清凉 用金刚的智慧 来垂破我们的烦恼 打开我们干净的佛身 就好像这个黄金像 被拿出来一样 而时世尊以祭颂约 譬如大野柱 无量真金像 与者自外观 但见焦黑土 仇事凉以冷 开磨令子线 纵会既以图 向好 化然显 我以佛眼观 纵生泪如是 烦恼于你中 皆有如来藏 受以金刚会 垂破烦恼模 开发如来藏 如真金显现 如我所观察 是与猪菩萨 如等散寿词 转化 猪群身 这个时候呢 佛陀 在以祭颂来说 就好像呢 有一个 有一个人 要好好的 助练 这些黄金 可是呢 那些啊 愚笨的人 只看到他的外面 觉得就是一些 焦焦黑黑的土嘛 可是呢 只有那个 铸造的师傅 知道 已经凉了 就打开那个膜 让他金色的本质 显现出来 而这所有的 肮脏污秽 已经除了以后 就显现出 非常非常漂亮的 这整个金花像 我以佛陀的眼来看 所有的众生 也是这样 我们在所有的 烦恼淤泥中 都具有 如来的本性 只要教导各位 以金刚的智慧 打破这个烦恼的外魔 开发出 里面的如来藏 这个黄金 就可以显现出来 就像我所观察的 我告诉各位菩萨 希望你们 好好的受词 转化 众生 这个部分呢 是很有趣的 好 在这个地方呢 各位 是不是可以肯定 自己很不错 我就是佛子呢 我可以成佛呢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那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你要肯定相信自己 我就是佛子 我就是黄金 我就是转轮圣王 好 接下来呢 劝此本经 功德无量 二十世尊 告金刚会菩萨 摩赫萨 若出家 若在家 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读诵 书写 公养 广为人说 如来藏经 所获功德 不可 几量 那这个部分呢 在所有的经典 都有这样提到 所以呢 世尊就告诉金刚会菩萨 只要出家或在家 不管你是善良的男士 还是女人 只要你愿意 受持 接受 护持 读诵 用读的 用诵的 用写的 供养的 广为人说 如来藏经 所获功德 不可 几量 可见得呢 对如来藏经 是非常非常的 肯定 金刚会 若有菩萨 为佛道顾 勤行精进 修习神通 入诸三昧 欲知德本 供养过恒河沙 现在诸佛 照过恒河沙七百 七宝台阁 高时尤寻 纵广正等各亿尤寻 设七宝床 福与天真 为依依佛 日日照理过恒河沙 七宝台阁 以用奉献 一一如来 几诸菩萨 声闻大众 以如是事 普为一切 过恒河沙 现在诸佛 如是赤地 乃自过物 是恒沙 重宝台阁 以用供养过物 施恒沙 现在诸佛 及诸菩萨 声闻大众 乃自五量 百千万节 金刚会 不如友人 乐喜菩提 与儒来藏经 受此读诵 书写供养 乃至一辟欲者 金刚会 此善男子 余诸佛索 众诸善根 福水无量 比善男子 善女人 所得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乃至算数 辟于所不能及 各位有没有看过 真的是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功德 对不对 他说 如果有菩萨 为了求佛道 非常的精进 努力的修习各种神通 三昧 然后种各种的 所谓的德善的根本 然后供养 恒河沙 各位想恒河沙够多吧 所有的诸佛 照各种的七宝台阁 然后高石游巡 哇 这石游巡 可是超级巨大 无比多的 然后各亿游巡 可能是好几好几十几万公里的 那用七宝来盖床 然后用整个的天上的宝贝 整个把它敷过来 为所有的一一的佛 每天的照 超过了整个恒河沙的七宝台阁 然后一直不断的供养 所有的如来菩萨 生文大众 这样子 一直不断的 次第供养 过了五十恒沙众的宝台阁 供养五十恒沙的 现在诸佛 菩萨生文大众 以至于无量百千万节 这个功德是非常大 可是呢 却比不过有人 很快乐 很欢喜 发了菩提心 与如来藏经 去授诗读诵书写供养 甚至于讲一个辟语 可见得 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经典呢 那事实上呢 所有的经典 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辟语 这样的一个说法 此节经文的目的是在 劝勉大众都来授诗读诵书写供养 并为他人解说如来藏经 在诸布大圣经中 几乎都有类似的功德较量 此段经文特别强调 人人都能做到的授诗读诵书写供养 乃至一个辟语的功德 就超过情形精进 修习神通 入足三昧的功德 无量无数倍 而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呢 它也是一种方便的说法 那每一部经典呢 都这样讲 那就有菩萨说了 那到底哪一部经典的功德最大呢 所以呢 就有人说 我想要读一部最有功德 然后呢 最大最了不起的 而事实上呢 我记得师父也有提过 对你来说 对你来说 你现在觉得最合你的心意 跟你的感觉最合 然后读了最受益的经典 就是最有功德 对你来说 最棒最好最无上的经典 那未来 有未来的因缘 你未来如果遇到了 你觉得更喜欢 更适合更棒 你觉得更有感觉的经典 那那个对你来说 也都是最棒最好最无上的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跟你相不相应 你读这个经典呢 你有没有生气的那种感觉 然后有没有那种温度 那种温暖 还是说呢 你只是做功课 好 像那个小朋友 老师规定 每天要做功课哦 每天 像我们小朋友 每天要写 Bubber Mofo 注音符号 或照句啊 然后功课做完了 这样子才算 可是事实上呢 真正的经典 它不是这种伎量的 重点在于你的心 然后你相不相应 像刚刚呢 讲到那个所谓的喜乐菩提 我对于那个《如来藏经》呢 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呢 它重点在于强调众生要成佛 可是成佛的这个前方辩呢 一定是要发菩提心 一定是要呢 愿意为众生去付出 而不是所有事情 只想到自己 好 再来 情修精进 是难行道的悲至行 也就是一切大小盛的诸种道品 对于一般凡夫 是比较难以深入的 因为都是要花长时间去修炼的 那师父就提到 为了接引一般大众进入佛门 便说那些功夫虽然有功德 还不如只要诵读书写如来藏经 就比那种难得修成的功夫 功德更大了 事实上若能专心授词读诵 任何一部经典 也都能够修成三昧 开大智慧的 那可见的我们师父呢 是这样的一个肯定 任何一部经典 如果你能够专心授词读诵 都可以修得 Sammadi 定 都可以开智慧 那我们自己呢 真正最重要的是呢 知道自己的特质 知道自己的属性 用你的心 用你的感觉 去感觉 去读诵 那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是 同样的一部经典 会因为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的人生历练 因为你自己的 所谓的修行或功夫 或体检 而真的会发现 每次读 都有不同的味道 都有不同的深度 那我在这里呢 就是鼓励大家 可以找一部 很棒很棒的经典 你自己觉得最好的 去好好的研读 那我们这个如来藏经 它很短 也只有一卷 那其实是非常适合 做所谓的早晚课诵 好 再来 二十世尊 从缩济言 若人求菩提 闻持持经则 苏写而供养 乃至于已记 如来为妙藏 须发水洗 当听持正教 功德无有量 若人求菩提 诸大神通力 欲供十方佛 菩萨深闻众 其数过横杀 一载不失忆 为依依诸佛 造立庙宝台 台高时尤寻 众广适实力 众是七宝座 言是备众庙 福以天真武 随作各疏义 无量过横杀 献佛 及大众 悉以此奉献 日夜不休息 满百千万节 所获福如是 会者闻此经 能持以辟欲 而为人解说 其福过于弊 乃自于算术 辟欲不能及 众生之所依 数成无上道 菩萨第思维 圣身如来藏 致众生习有 及成无上道 可见得呢 世尊继续的再说这个祭送 只要有人求菩提 听到这个经典者啊 只要书写供养 乃至于一句啊 如来的唯妙藏 很短的时间 做一个水洗 听到这样的功德呢 有多大呢 就像有人要求菩提道 祝大神通 供养十方佛 菩萨身闻大众 数量啊 超过恒恒沙 义 那个数量是超过义 来计算 是不可思议 然后为所有的佛 造立整个的宝台 然后呢 不管它有石油寻膏 重广油四十里 中间的各种的七宝座 装饰得非常美妙 然后呢 各种的珍宝都不一样 无量超过整个恒河沙 这个献给佛根大众 这样整天日夜都不休息 经过了百日千日万节 所得到的福德啊 我相信各位应该知道是 非常大功德 不可计量 可是呢 有智慧的人 只要读了这个经典 就算辞送一个庇域 为他人解说 这个福德可超过了 刚刚的那一些 乃至于算数庇域 都比不过啊 所以这个是众生 所可以医护的 素质这个如来藏 可以成就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道 菩萨 你要好好的 专心的思维 甚深的如来藏 你要肯定众生都有 你只要真的掌控到了 就可以很快的 达到无上道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谈 世尊因地与如来藏经 而时世尊 复告金刚会菩萨言 过去久远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阿森其劫 复过世述 而时有佛 好常放光明王如来 因共等正觉 明行足散世 世间解 无上世 调愈大夫天人师 佛世尊 金刚会 何故名曰 常放光明王 这个就是世尊的 在还没有成佛之前 跟如来藏经的因缘 那世尊就说了 金刚会啊 在过去久远 无量无边的时候 不可思议的阿森其劫 还要再过去 那个时候有佛 他名字就叫 常放光明王如来 那所谓的 因共等正觉 明行足散世 世间解 无上世 调愈大夫 天人师 佛世尊 这个都是佛陀的尊号 那他就说 金刚会啊 为什么叫做 常放光明王呢 比佛本行菩萨道时 将神母胎 常放光明 策照十方千佛世界 围成等岔 若有众生 见死光者 一切欢喜 烦恼熄灭 设立具足念字成就 得无碍变 若地狱恶鬼畜生 阎罗王 阿修罗等 见光明者 皆离恶道 生天人中 若诸天人 见光明者 与无上道 得不退转 据武神通 若不退转者 皆得无身法人 勿施功德 玄陀罗尼 这里提到 这个佛啊 在所谓的 当菩萨的时候呢 他最后 本行菩萨时 他到了那个 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 都常常放光明 而这个光明啊 是普遍的照耀着 十方千佛世界 连很围成很围成的 这个小地方都找到了 那只要有众生 看到这样的光明 就会得到欢喜 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消灭 而且呢 所谓的摄像力量 具足 然后呢 智慧成就 得无碍变 而且口才会变得 非常的好 那只要是地狱 恶鬼这些畜生到 炎罗王 阿修罗等等 见到了他的光明 也都会远离恶道 可以直接生到天人中 那只要是天人 看到这个光明呢 哇 就会在无上道就不退转了 具五神通 如果是本身已经得不退转的话 就会得到无身法忍 变成八地菩萨 五十功德玄陀罗尼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用光明来做佛事 在那个维摩洁经里面 就有提到呢 所谓的相机佛 是用这个相做佛事 那所以我们有一个相机厨 只要闻到这个香味 哇 就跟这个一样 境界就会越来越高 程度越来越好 那我们呢 众生其实也有说啊 你自己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跟本事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 来做佛事 就像呢 有人 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美 非常非常的棒 他就透过音声 唱歌 做佛事 然后有一些音乐人呢 他们都透过他们的佛曲 他们的制作 来做佛事 然后有一些人呢 是用什么 所谓的卧具 有人做那个佛像 来做佛事 那目的呢 都是让所有菩萨 心生欢喜 灭除烦恼 好 再来 前面这段经文 叙述常放光明如来 这个名称的由来 在毙佛修行菩萨道的 最后一生 就能从入胎开始 常放光明 策照十方无量国土 利益一切凡胜众生 地狱恶鬼畜生 阎罗王阿修罗 上段经文中的三恶道众生 有五种名称 但是阎罗王及阿修罗 虽非恶鬼 依旧属于轨道 是罪服兼具 苦乐相间的轨道 那之前 不晓得各位菩萨 有没有听过 我们法谷山 之前早期潮山的时候呢 就是有很多菩萨 就是我们前面 往法谷山前面 有一个土地宫 然后呢 记得当时 好像师父有提过 就是呢 法谷山盖好了以后 我们的土地宫 是可以升格的 所以后来那个 本来小小的土地宫啊 然后就盖得越来越大 那事实上呢 这里讲到呢 所谓的鬼道阎罗王呢 这一些菩萨呢 都是有苦有乐 那我们呢 自己 如果你本身 在烦恼中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很生气 那个称心起的时候 事实上呢 是不是 就是在所谓的 可怕的恶道中 所以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一念称心啊 就可以烧掉功德灵啊 然后呢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生气 是短暂的发疯 所以那个时候 就已经进入了 疯狂的阶段 好 再来 五种神通呢 是天眼天鹅 他心庶命神足 若加漏境通 便是六神通 不退转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 是实性满足 而进十柱位 至十回向位 第二个层次呢 是从初地 至七地菩萨位 第三个层次呢 是第八地菩萨 至十地圆满 此处的不退转 是实性满足 进入始柱 此处的无身法人 是从初地 至八地菩萨 就能具足五十功德 玄陀罗尼 那这里呢 我想到了 我自己呢 有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就是断食 我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有参加一个所谓的 十天的断食 那那一次的经验呢 我自己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呢 它是水断 就是呢 一开始就是 就是整个前三天慢慢断 有七天只有喝水 然后呢 还是十天 对 十天几乎都喝水 第一开始就断食了 应该说前面是七天水断 那后面三天是慢慢复食 然后呢 那个断食呢 它不只是就是说 无所事事 那个就是一个道场 那那个道场呢 还要我们每天哦 就是要做那个 就是所谓的礼拜啦 做早晚课 然后还有工作 要拖地 然后要做 就是说要做一些 所谓的上下行堂的事情 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呢 第三天呢 以后 前三天稍微有一点虚弱 第三天以后就发现自己呢 那个精神 整个都好起来了 然后呢 虽然哦 一直就是说 做那个礼佛啦 然后还有拖地啊 打扫了工作 可是整个人哦 我觉得 那个时候都不吃东西 可是整个人是飘在那个地上 走路你会发现 好像没有踩在地上 是那种很飘 然后整个人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然后那时候就真的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我们人的大患 就是有这个身体 要吃东西 因为吃东西 所以让自己变得比较沉重 然后呢 比较 怎么讲 就是好像有一个那个 因为吃东西的那个压力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 健步如飞 然后整个人 非常非常的柔软 然后整个人呢 很轻松很开心 那开始复食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玩的经验 他开始复食呢 就是给你一小片西瓜 然后这片西瓜呢 至少要吃40分钟以上 每一片西瓜 每一口 至少要嚼到100下 就是你把它吃 然后慢慢嚼 慢慢嚼 因为他说 要我们吃出真滋味 然后那个时候才发现说 原来吃东西是如此美味 因为好几天没吃东西 那片西瓜 就吃了那个感觉 就觉得太幸福了 那事实上呢 我们人呢 有的时候 你有这样子一种 所谓的那个 真的是 你不需要再追加任何东西了 什么都不需要 你也不用更美丽 你也不用了更健康 你也不用了 所谓的需要更多的钱财啦 更多的所谓的知识 学问什么都不需要 你那时候就有一个感觉 我好幸福 我好快乐 怎么这么幸福 怎么这么快乐 那我觉得 如果呢 有这样的一个体会的时候 你有那种超越 这个世间 所谓的 掩饿鼻舌生意 这个世间的快乐 通常都是 吃啦 很多人最大的快乐 就是建筑在饮食上面 有东西吃 或是呢 对女色有乐 有乐趣 可是呢 如果你没有那种超越的体验 就说 不用吃东西 也不需要有那些任何的行为 你本身 就可以这么快乐的话 那个时候 你才比较有一点点的 那个感觉 就说 哦 原来 原来修行的那个滋味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有趣的 好 再来 金刚会 比光明所造国土 皆惜严禁如天流离 黄金为神 一界八道 种种宝树 花果茂盛 香气分心 微风吹动 出唯妙音 演唱三宝菩萨功德 根力绝道 禅丁解脱 众生闻者皆得法喜 幸乐坚固 永离二道 金刚会 比十方岔 一切众生 蒙光明固 昼夜六时 合掌恭敬 金刚会 比菩萨处胎出身 乃致成佛 无于涅槃 常放光明 般尼皇后 舍利塔庙 异常放光 可见得 这个常光明 这个佛 他呢 透过他的光 就可以让这个世界 是如此的美妙 如此的棒 那有一种讲法 还蛮有趣的 他就说呢 我们所有的人 其实我们本身 都具有光 都具有爱 而且是无量 无边的 那只是我们自己 有没有觉察 我们都具有光明跟爱 我们都有疗愈 这个世界的能力 只是我们忘记了 所以在那个网络上 有一批很好玩 他就说 醒来吧 光之子民 醒来吧 光之子民 我觉得很有趣 那这一个呢 说不定呢 就是那个光明王 这样的一个 我土所来的 那还有一种修行方法 其实就跟这一个一样 就是呢 观想光 光明 清醒 清静 那这段经文呢 可以跟无量寿经 还有阿弥陀经 来比照 来读 只不过呢 这两部经典 是在描述呢 阿弥陀佛愿力 所成的西方极乐国土 而如来藏经的 常放光明王如来 能够使得被他光明所造的一切国土 都变成了跟极乐国土 同样的清静庄严 那在那个温莫节经呢 其实他有说 所有的国土呢 都是清静庄严 平等无恶的 而最重要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静 国土就静了 金刚会 常放光明王如来 因共 等正觉 出成佛时 于其法宗 又宜菩萨 名无边光 于二十亿菩萨 亦为眷属 无边光菩萨摩赫萨 于比佛所 问如来藏经 佛为眼说 在于一座 今悟时大劫 互念一切诸菩萨故 其因普告十佛世界 为成等 百千佛岔 为诸菩萨 无数姻缘 百千辟语 所如来藏 大神经典 所以这里又讲了 常放光明王如来 他刚刚成佛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有一个菩萨 叫做无边光 他跟二十亿的菩萨 都是他的眷属 而这个无边光菩萨 就在佛陀 那个时候 常放光明王如来 问了如来藏经 所以佛陀就为他演说 而经过了无师大劫 这个他告诉了所有 十佛世界的整个 为成数的百千佛岔 然后讲了无量的 所谓的无数姻缘 百千辟 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辟 所以来讲这个 如来藏 大神经典 诸菩萨等 文说此经 受持读诵 如说修行 除似菩萨 皆已成佛 精甘会 辱莫以观 必无边光菩萨 其义人呼 即我身世 必似菩萨 未成佛者 文书实力 观世音 大使字 如精甘会 是精甘会 如来藏经 能大饶意 若有文者 皆成佛道 所以佛陀说了 这些菩萨 就听到了这个 如来藏经 大家都 受持读诵 如说修行 那有四个菩萨 各位知道 他们就是呢 还没有成佛 文书 观音 四字 还有你精甘会 而我呢 就是当时的 无边光菩萨 二十世尊 从说几约 过去无数节 佛号光明王 常放大光明 普照无量土 无边光菩萨 于佛出成道 而其问此经 佛及未言说 其有欲罪圣 而闻此经则 皆以得成佛 为除四菩萨 文书观世音 大使精甘会 此四菩萨等 皆成文此法 精甘会为比 第一神通子 十号无边光 已成文此经 而这个呢 祭颂只是重复的在说 我本求道时 失智窗佛所 亦成寿思经 如文说修行 我因此善根 即得成佛道 实故诸菩萨 因此说此经 文以如梭形 得佛如我经 若此此经者 当以如是尊 若得此经者 是名佛法主 则为世间户 诸佛知所探 若有此四经 是人名法王 是为世间也 应战如是尊 那佛陀再继续说 他跟这部经典的因缘 这个经典呢 是非常非常殊胜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好 这段经文呢 是由常放光明王如来的因缘 引申出四家世尊的前身 曾经名为无边光菩萨 由于他曾向常放光明王如来 请说如来藏经 故在他成佛之后十年 也为无数菩萨 宣说如来藏经 同时也交代了 请法主金刚会菩萨 与世家世尊的关系 在从诵之中 又说他在求成佛道的过程中 也曾亲近私床如来 所以可知 世家世尊 在因地时 至少在两位如来的座下 听受过这个如来藏经 那最后呢 是经典的圆满 那根本的佛法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视 对于法的一个受词 这里呢 是如来藏经所说的一切众生 今有如来宝藏 建如来藏就是建法 建法就是建佛 就是人天眼目 便应该接受佛那样的赞叹了 那在这里呢 事实上我们这一堂课呢 就等于是功德圆满 那我自己呢 感谢 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那不想的各位 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看到自己 还有你的家人 还有一切众生 藏在身内的自家宝藏 藏在身内的佛性呢 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 然后呢 如果呢 你有这样的体会 这样的肯定 那另外也要问问自己 愿不愿意发心 待众生苦 愿不愿意为众生付出 那最后呢 我在这里 以一个那个林清玄 他讲到他自己的一个算命的故事 跟各位分享 就是呢 林清玄在他书里面有提到 就是有一年啊 然后他遇到了一个菩萨 然后呢 这个菩萨呢 就是这个朋友呢 号称是很会算命 他算命一流了 然后就跟他说 来来来 我帮你算命 那林清玄就说 好啊 就给你算啊 结果 他在算命的那个 就是出来以后 他就问林清玄 你在某一年 你是不是有一笔很大很大的财富跟收入 这个财富啊 可能是好几千万 甚至于是上亿哦 就问林清玄 那一年有没有那一笔大收入 大财富 林清玄呢 他就说 没有啊 那一年真的要讲的话 还真的很悲惨 感情不顺利 被女朋友甩了 还有呢 工作呢 也做得很差 然后人生呢 好像掉到了谷底 就他就说 啊 那一年有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是什么 他学佛了 他说 那一年 因为这样 所以我学佛了 然后在他书里面 他就说 哦 原来啊 学佛啊 值得这个好几千万 甚至于上亿的财富啊 各位菩萨 你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比如说 我以五千万好了 给你五千万 可是你这辈子呢 没有因缘学佛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我都常问很多学生 然后就很多菩萨呢 就就说 不要 我要学佛 我不要那五千万 那当然也有一些菩萨 是属于那种 骑墙派 他说 我也要学佛 我也要五千万 我通通通都要 那事实上呢 在这里 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呢 就是佛法难闻 今已闻 能够呢 听到佛法 这个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如来的真实意 是什么 他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佛陀说 他说了这么多 四十九年的法 可是呢 却什么也没说 那是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法 是没有办法 用语言文字 表达的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的 就像呢 我要告诉别人 比如说我现在要告诉别人呢 我的小孩 比如说我们家的老大 他长什么样 他有多风趣 他有多可爱 他有怎么样怎么样 请问 我有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形容到 这个小孩的样子 让各位知道 没有办法 我有没有办法 告诉你 他的心肝脾肺肾 他的内在世界是如何 没有办法 就像各位心目中的师父 各位心目中的佛陀 你也没有办法 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 我们所走过的路 每个人呢 都有一些人生的坎坷 人生的委屈 比如说 你可能跟你的先生 你们有一些婚姻 有些问题 你有没有办法 很清楚的告诉别人 所有的妹妹 所有的一切 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呢 是如人饮水 难乱自知啊 而这一步 我们自己的大藏经 就是靠我们自己去找 自己去体会 向内求 有一句话说 当你找到了自己 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也就是找到了佛性 那你就找到了全世界 好 在这里感恩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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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